美国国家安全局再度陷入了麻烦 NSA一位名叫哈罗德托马斯·马丁三世的承包商雇员 被指窃取最高机密信息 已被美国当局逮捕 据了解 现年51岁的马丁涉嫌盗窃国家财产 并私自删除高度机密的材料 因此可能面临10年的铁窗生涯 马丁的律师表示 马丁热爱美国 而且没有证据表明他叛国 美国司法部表示 马丁此前在NSA的承包商博斯·艾伦 咨询公司工作 而斯诺登也曾是该公司的员工 司法部指出 马丁私藏了6份最高机密文件 如果泄露可能会严重破坏 美国的国土安全 8月29日 美国当局逮捕了马丁 当月27日 当局搜查了马丁位于马里兰州的家 车库和汽车 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 一开始马丁否认持有这些文件 后来改口承认删除了这些电子文档 FBI特工杰里米·布卡洛说 从马丁家里和车上查获的大部分资料都有标记 表明他们是美国的财产 而且包含美国高度机密的信息 这些文件外泄 那些敏感的资源 方法和能力就会暴露出来 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最高官员 约翰·卡林表示 马丁被捕 说明美国内部存在威胁